HELLO 大家好,大家在畫面上看到的就是一些很舊的遊戲機 大家可以看到的這部就是NDSL,這部3DS,這部也有部3DS 今天拍的影片就是想幫他們進入一個保護套 因為我平時就這樣放在這裡,基本上很容易刮花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其實已經刮花了 我也想買一些保護套幫他們進入,起碼不會受到一些碰撞傷 好像這些已經掉了7,雖然沒所謂,因為我自己覺得玩到就OK了 但始終都要想辦法去收藏,去放它們 否則整個撞來都很大問題 所以我就上網買了一些保護套,保護袋 給大家看看究竟是什麼樣子 其實我不是直接買標記寫到明說是什麼NDS保護套 因為這樣寫就比較貴的,所以我直接買了一些雜牌的保護套 保護包,然後就自己量尺寸,看看會不會有問題 NDS我應該有兩部 好了,這裡就是兩部NDS,拿一個保護套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裡,這裡就有些保護套 那我看看它的尺寸是否正確,因為其實只是這樣量度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那這裡有...應該是四個吧 四個,我們這裡用兩個 好,看起來其實已經是... 好像不對 對不對呢,希望對 應該對吧,這樣放進去 剛剛好,剛剛好 可以關上的,基本上就很完美了 好,我喜歡用這些...這些的...這些的收藏方式 其實就不是它打的時候用的 因為打的時候,你都要開它出來 只是簡單地放在這裡,不會受到一些... 即是不會有塵進去 OK,那就打開給大家看看 好,就是這樣 然後呢,它能不能放了兩部呢 應該不行吧 慢一點,不要啦 我怕待會會弄爆它 所以為什麼我買兩個就是這樣 因為我有兩部NDSL 主要就是因為當時好像... 好像很便宜地買回來 兩部的 現在其實買NDSL都很便宜的 為什麼要買呢 主要就是因為過... 以前過了一些舊寵 所以就買了兩部回來 都是耳手的 那這裡呢,我們可以再放進去 咦... 爆了出來的筆 好,那第二個呢,都輕鬆進去 好,不錯 那我不用買一些專門NDSL的保護套 因為呢,通常呢,寫到明說是... 這些的收藏包的話呢 通常呢,價錢呢,都是貴多... 我想十幾二十塊都一定有 就是可能一個,可能買你四十九塊都有 大家如果在遊戲店裡都看過了 那通常這些保護套都買你四十九 甚至...差不多這些價錢 好了,接著呢,我們就試第二樣東西了 好,那剛才試了NDSL 那現在呢,我是試VDS 那理論上呢,這個應該適合尺寸的 都是,因為我都是量過來的 應該適合的 那現在拿了第三個,我試一下 好,那第三個就這裡了 那其實它跟NDSL的尺寸呢 不是說差很遠的 所以...理論上應該都可以進去的 那是啦,它都是可以進去 然後呢,都是可以關上的 非常之完美 可能我在影片裡告訴大家 這個東西多少錢 大概應該很划算 那呢,三個的... 包就出來了 兩個NDSL,一個3DSL 那之後呢,我可能會... 在這裡中間找些白色的筆寫了 我就沒所謂的 有些人可能覺得有點噁心 但是我就沒所謂的 好,那我三個出來了 然後到這個...這個大的 這個大的就是3DSLL 就是我之前還怕 Sun Moon那部機 OK 那就是這一包 那它跟剛剛那個就不是的 這個比較大 我們看看它剛剛的尺寸 這個好像也貴一點 不過不是很多 嘩 用的材料這麼漂亮 為什麼有這個? 這層東西 我買的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綠色的... 軍綠色的樣子 我應該有兩個 放在裡面 這個肯定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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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麼多 神經病 我以為是一些... 一些不是用遊戲機的東西 就是化妝袋的東西 OK 那可以進到這裡 那...我又不喜歡用這個 因為這個你見到它 很不方便 這個拿出來 那放在這裡算了 對 非常之簡單 那如果就算倒轉它呢 都可以的 都可以照用的 沒問題了 都是可以進到 非常好 OK 其實我都不太清楚 如果它買原裝那些 或者是... 貼貼一點的 size的一些保護套 這些包呢 要多少錢 我可以都看一下 那順利就把它收起來了 但是呢 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它也挺朗 如果放在這個位置 其實挺朗 所以最好還是放在這裡 如果不是經常用 應該可以放在這裡 因為這些機器 其實呢 現在會不會拿出來用呢 其實都很少機會 除非我玩3DS遊戲 但是3DS遊戲呢 幾乎 沒有什麼我是想玩的 沒有什麼特別想玩 可能都是會玩Pokemon的東西 Pokemon的東西 會在這裡玩 如果不是呢 其實這些機器 都是單純收藏 好啦 那最後呢 就剩下這兩個 這兩個呢 就沒有東西在裡面的 對 然後我記得我有東西要放的 讓我想一下 對 那之後呢 我就想放這個GBA和Gameboy 應該是GBC的 對 這個呢 就是以前啦 這個呢 就是以前我曾經拍過一條影片 去 改的一個 這個什麼 外殼 這個外殼 基本上都是不會拿出來用的 這部東西 因為 因為這部東西呢 如果你玩的都知道 這部東西呢 它是沒有光的 沒有光的 所以呢 你玩呢 你如果沒有光是玩不到的 是看得很辛苦的 然後呢 其實我就想把這部GBA放在這個位置 看看剛剛 嘩 這個好蚊喔 這個不行喔 這個NDS給 NDS細部了它 這裡可以放這裡 然後這部Gameboy 看看這部Gameboy 你看到其實它也挺漂亮的 那個 它這個螢幕挺漂亮的 老實說 但我記得我這部機 它裡面的螢幕好像是有點問題 好 這個放進去是非常困難的 那這兩個應該是 合起來了 我們不要勉強 他們兩個不喜歡在一起 我們不要 硬硬塞他們進去 勉強沒有幸福的 最後只剩下這個 但是這個基本上 有些大材小用 因為你看到它這個尺寸 凸了這麼多出來 沒什麼作用 但是還是先收著 那據我所知 除了剛才收藏過的這些遊戲機 幾乎應該沒有一些遊戲機 我是就這樣放在這裡 只有一個裸露狀態 放在一個櫃裡 就沒有的 應該就全部放在這個袋裡 那剩下的那些 都有的 大那些 PS4 Switch好像 好像 Switch好像還欠一個小袋 一個小小袋 不過Switch的袋 好像20元左右 沒有記錯 20多30元 這樣 就差不多了 那這裡就是我今天測試過的東西 那很幸運 這些袋 全部沒有特別炒車 大概 那個尺寸還是對的 雖然可能 有些不是完全適合尺寸 好像這些 這個是比較適合的 都叫做比較適合 但是大部分都沒有特別炒車 進不了那些 因為通常買這些 尺寸要計得好足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有機會會不會放不下去 那那塊東西就廢了 但是今天就很幸運 沒有這些問題 好 那這次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看看下次做了什麼特別的題材 給大家看 我跟大家再看 拜拜